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亚玲 欢迎收看新闻深呼吸 人类发展科技希望让生活更美好便利 但随着人力成本越来越贵 仰赖科技取代人力的情况将更为普遍 今天我们就要来探讨科技意识力的崛起 最近当重大伤亡车祸令人悲伤的同时 这个世界在无人车的研发上又进一步大跃进 您可能会觉得这种没有人开的车走在路上会安全吗 遇到状况会能够及时地做出适当的反应吗 其实在过去长年的实验里 这种精密电脑操控的车比人类驾驶更能够预先侦测到可能的碰撞 所以会及时地避开 尤其电脑不会晃神 也不会打瞌睡导致车祸 所以像很多大卡车长途运输货物 因为经常疲劳驾驶导致碰撞连连 造成公司资产的损失 因此国际间很多公司已经为卡车装设 类似的侦测与摄影设备来辅助司机 果真成功降低回损 但我们要看的不只是这一小块 而是真正的无人车 来看在法国里昂 这台无人驾驶的巴士已经在规划的路径行驶了 上头只有乘客没有司机 当然环绕在这车子身上的一定配备有各种 3D 2D的雷射雷达感应器 以及很多的摄影机 这个车轮也配有距离感应器跟紧急刹车系统 而且这里头还有来自台湾的强固型电脑 作为心脏进行影像和驾驶控制系统的处理 这款无人驾驶的小巴已经游历过德国和美国 11月份也要开进咱们台湾高雄 虽然会是在封闭以及半封闭区域进行导览和接驳 但也宣告台湾无人车上路时代已经来临 其实新加坡在2016年已经首度开放这种自动驾驶 计程车上路开创全球无人计程车的首例 不过您可能会觉得那没有人驾驶 万一真的有发生事故这责任算谁的呢 所以法规得跟得上时代的进步 美国密歇根州同样在2016年通过自动驾驶车法令 到底是怎么规范的呢 在法国里昂这台穿梭在街头的圆滚滚小巴士 特别引人注目 乘客能在车上用荧幕查看行车路线 但整台车完全找不到驾驶 没有方向盘也没有刹车踏板 但若是前方有行人他就会停下来 靠的是车头车尾配置的3D 及2D的LIDAR雷射雷达感应器 以及摄影机 车轮也配有距离感应器 及紧急刹车系统 加上来自台湾的强固型电脑作为心脏 可进行影像及驾驶控制系统的处理 达到完全自动驾驶 行车路线则由工程师事先绘制3D地图 让巴士在规划好的路径上行驶 在去年5月这款小巴 已经游历德国5个城市 今年1月还到美国赌城进行测试 10月份也要开进台湾高雄 虽然目前已在封闭的区域 像是游乐园校园及半封闭区域 机场或是工业区接驳为主要功能 但确实宣告无人车上路时代已经来临 美国内华达州政府在2015年就首开先例 核准自动驾驶卡车胜路 密西根州也在2016年通过自动驾驶法令 准许没方向盘刹车及驾驶的自驾车上路 去年新加坡也首度开放自动驾驶计程车上路 开创全球无人计程车首例 自驾车的出现未来将陆续全面变革全球的交通法规 也让汽车大厂紧锣密鼓为量产无人车做准备 驾驶座没有人但能自动闪避障碍物 能辨别路上标线三角锥等路况 并自动判断何时需要过弯或是转向 这是今年1月奥迪秀出与绘图晶片大厂NVIDIA 联手开发的先进人工智慧AI汽车 采用深度学习技术来应应各种复杂的驾驶情境 车辆能自行研判安全的行驶路线 最早开始研发无人车的Google 历经七年 去年底也终于将无人车技术独立设置公司 会进入商业化做准备 除了和美国车商克莱斯勒合作打造出 一百辆自动驾驶汽车 也和日商本田宣布合作 这是个不做自驾车就几乎得淘汰的趋势 各大车厂纷纷宣称在2020年前后将会量产无人车 也就是说未来四年全自动无人驾驶车 会在马路上出现颠覆城市交通形态 新人碰撞警示功能则是能够在发生撞击的前两秒钟 就会发出警示声来提醒驾驶人 两台车相对速度 我2.7秒之后有可能会追撞到前方车辆的时候 他就会提早2.7秒发出即将碰撞的警示 在驾驶没打方向灯状况 闪神导致车道偏移 警示器也会马上逼比较 这是以色列公司摩拜爱的视觉辨识技术 在这场无人车竞赛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 只靠单一镜头侦测就能感应障碍物做出警示 已经运用在辅助长途行驶的大客车 以及货运驾驶避免车祸 吃下全球九成汽车市场成为Google劲敌 去年宣布和晶片大厂Intel 以及BMW合作研发自驾车 虽然目前全球法令还未完全允许自驾车上路 但是这些自动停车跟车的功能 许多车厂已经导入运用 等于是进入无人车阶段的过渡期 现在带你感受的就是 賓士的智能辅助停车系统 现在我一只脚已经踩住刹车了 那你看我现在有一个按键叫做启动键 我现在把它按下去 现在它在帮我们寻找车位 用的是车身周围有12支的雷达 我现在手都没有碰 但是方向盘自己正在转动 它现在可以侦测距离 跟附近的车子距离间距是多少 然后它还可以自己操控方向盘 它会打方向灯 也会踩刹车 也会踩油门 你现在看到没有花多久时间 车子就已经停好了 冰式的智能停车辅助系统 虽然还是得踩刹车 按启动键跟换挡 但经过雷达和镜头侦测计算的停车角度 让车辆停得又正又准 不像人力驾驶 得用肉眼估算距离 常常还不小心停歪 在市区道路行驶时 但你没注意即将撞上车辆或行人 主动防撞系统 就会替你踩刹车或解速 为了展现动车功能 坎坡车商则在高速公路 玩命测试 前方人力驾驶所开的托板车 一踩刹车 为了保持安全车距 后方六台自驾车 通通自动踩刹车 每一台车的间距还一模一样 成熟的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是无人自驾车的基础 能执行紧急刹车 车道偏离警示 另外则有人车沟通系统 包含辨试车主身份 人力如何下命令给汽车 由触控荧幕 影音助理 手势控制等方式 V2X则是车辆 与各种物体连结 就像是车辆之间连结 就能避免塞车 实现车联网 所以无线通讯技术 相当重要 整合以上就是自动驾驶 完全用电脑系统操控 希望达到更高的行车安全性 所以一台无人车 并非一间公司就能完成 产值高达10帐美元商机 台湾厂商也纷纷卡位 我们直击位在新竹的 焦大无人车研究室 近年已经开发 20多种先进行车 辅助系统技术 授权给国内 包含合硕 以及广达旗下顶天等厂商 现在更忙着 要把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人工智慧化 车辆跟摩托车 已经人中间有车壁 其实它都可以 所以你是部分的特征 都显露出来 它就会真正到 不用整辆车子 完整的在你前面 所以这是深入学习 比较厉害的地方 画面上只要系统判别是人 就会被框起来 不管是指路径 一只手一只脚 或是倒立注镜 都会被察觉 就算我们把灯关了 让光线微弱 也一样侦测得到人 原理是郭俊英团队 利用行车记录上的 原本为样本 标示出道路上的汽车 机车行人 为了要提高准确度 得以累积天后变化 等情境资料 供系统做准确判读 目前已经建立 一百五十万笔 可供辨识的物件资料 这是足以抗衡 目前Mobileye 电脑视觉辨识的 深度学习技术 深度学习 它你没办法定规则 你所有的规则 都是由你要辨识的物件 自己经过训练之后 学来的 它会去做 不同特征的抽取 那抽取出来之后 它知道同一类的东西 它有共同的特征 所以它最后就按照 这个同一类的共同特征 去辨识 这个是行人 这个是车辆 这是小狗 所以你只要教它 它就会自己学 我个人感觉是 比原来的电脑视觉好 它还是可以 apply到这种光影 强烈变化的时候 的真诚 这项技术运用在无人车 就能更精准判别周围路况 避免撞上行人 或是前方车辆 在不容出错的 无人车安全领域 相当重要 郭俊英考虑未来要成立公司 鸿海也有投资意愿 就像是1982年 美国热门电视剧 霹雳游侠 结合AI人工智慧的 霹雳车电脑火技 将出现在真实世界 但在全世界法规层面 一大问题 就是无人车造势 该是谁的责任 根据美国自动驾驶分类标准 Label 2是混合式自动功能 至少有两项控制功能 协同运作 像是Tesla Label 3是有限制自动驾驶 例如谷歌无人车 到了Label 4才是完全自动驾驶 而在Label 3以上 造势责任就得由车商负责 也因此自动驾驶技术 逐渐成熟 但如何让车辆能辨识路况 更安全 得取得更多的测试数据 以及适合的商业模式 都还有讨论空间 在关键零组件 有优势的台湾 若能延伸到子模组系统 自动驾驶系统 扩大实战 无人车产业 有机会是带动台湾景气 一盏明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